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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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 无论摸了谁 谁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 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 患漏症的人痊愈了 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 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要娶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除鸽 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把鸟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 一只为凡祭 因那人患得漏症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人若梦遗 他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全身 无论是衣服 是皮子 被精所染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 若男女交合 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澡 女人行精 必污秽七天 凡摸她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在污秽之中 凡她所躺的物件 都为不洁净 所做的物件 也都不洁净 凡摸她床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凡摸她所做什么物件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在女人的床上 或在她做的物上 若有别的物件 人一摸了 必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 染了她的污秽 就要七天不洁净 所躺的床 也为不洁净 女人若在旌旗以外 患多日的血漏 或是旌旗过长 有了漏症 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 与她在旌旗不洁净一样 她在患漏症的日子 所躺的床 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 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 凡摸这些物件的 就为不洁净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女人的漏症落好了 就要计算七天 然后才为洁净 第八天 要取两只班鸠或是两只楚歌 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为赎罪祭 一支为凡祭 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 与他们的污秽隔绝 免得他们玷污我的账目 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这是患漏症和梦仪而不洁净的 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 无论男女 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 亚伦的两个儿子 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死了之后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帽子内 到柜上的诗人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诗人座上 亚伦进圣所 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为凡祭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 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要束细麻布袋子 头戴细麻布冠冕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 然后穿戴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为凡祭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黏鸠 一鸠归于耶和华 一鸠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黏鸠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祭 但那黏鸠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迁来宰了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盛满火炭 又拿一捧倒戏的香料 都带入蔓子内 在耶和华面前 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烟云 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又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随后 他要宰那为百姓 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把羊的血带入蔓子内 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因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秽 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 也要照样而行 他尽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 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 他出来 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 也要用指头把血 弹在坛上七次 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秽 使坛成圣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 献完了赎罪祭 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猪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 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亚伦要进会幕 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 放在那里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 穿上衣服 出来 把自己的凡祭和百姓的凡祭献上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赎罪季生的枝油要在坛上焚烧 那放羊归于阿萨谢勒的人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做赎罪季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既带入圣所赎罪 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 将皮肉粪用火焚烧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骨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得以洁净 拖尽一切的罪前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 这为永远的定力 那受告 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 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 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墓与坛 行赎罪之礼 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 于是亚伦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第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亚伦和他儿子 并以色列众人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宰公牛或是绵羊羔 或是山羊 不拘宰于营内营外 若未曾迁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的账务前 献给耶和华为贡物 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 他流了血要从民中捡出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 带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墓门口 耶和华的坛上 把汁油焚烧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他们不可再献祭 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你要小玉他们说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献凡祭或是平安祭 若不带到会墓门口 献给耶和华 那人必从民中捡出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吃什么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捡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邪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都不可吃血 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也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 必放出他的血来 用土掩盖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 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活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 就是他的生命 凡吃了血的 必被减除 凡吃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到了晚上才为洁净 但他若不洗衣服 也不洗身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寄居 就这一次 能吃到 灵犬 禁风 寄居 寄居 文革 火 重 吹 宣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